第37章 无为 道长无为 而无不为矣 什么叫无为呢 南华卿说 性之动为之为 性之动什么意思啊 本来静静的用力量把它拨动 的意思就是逆了 老乱了叫做动 性老乱了 性违逆了 才叫做违 因此呢 无为是对本性的无所于武 无所违逆 完全顺乎他的意思 而不是在工业上无所作为 不是说这个也不做 那个也不做 然后就整天处在家里 说我很无为 有没有 那个叫很颓废 无为不是这个 是性的刚见自然 一点都没有破坏它 大道永远顺着万物之性 而别无作为啊 他长香蕉就顺着香蕉的性 他长香蕉嘛 对不对 他长苹果就顺着苹果的性 他长苹果 因此呢 看似毫无作为啊 他不另创一个东西 然而却因这个别无作为 毫无作为 而深化了天下万物 因此实际上是无所不为 所以为什么说 无为而无不为 有没有 他无为是说 不为乱所有的东西的性 而无不为呢 正因为这样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得到最好的话 无不为 侯王若能守万物将是皇 这个侯王不一定指诸侯啦 凡有道君子都可以类比 我们不是在道德经里面说 玉中有事大 有没有 王居其一焉 那个王是指什么 就人 人类 万物之灵就是王 万物之灵的灵中之王呢 这是侯王 那其实就是指人啦 万物呢 是指内在的本性 外面呢 则可以指一切的众生 都可以称为万物 万物将自化的化 化是随着自性的规律 而造化 而改变 而往前进展 叫做化 这个化是说 有道君子若能效法 道得无为之妙 就是完全顺乎我们的本性吧 对于内外的万物都不母其性 不为利他的性 那么自己及众生 都可以得到最符合本性 最圆满的造化 叫做侯王若能守 守什么 守无为 其实就是守性 万物将自化 就是得到了性命苏基的人 懂得怎么样开始 取动金化器 七化神苏基的人 只要你守应握对了 金化器 七化神会开始展开 而展开之后 只要你守着那个静默 不要再让你的情绪 紊乱到你的性 那么这个性呢 万物将自化 它会有非常奇妙的一个进展 为了检验我们的造化 是我吻合本性的规律 因此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一章 便教导我们观妙 有没有 无欲观其妙 有欲呢 观其教 就是叫你开始观察 观察是做什么用 就是要了解 我到底现在是无为还有为 我到底是破坏了他的性 还是顺无他的性 你不观察怎么知道 这不是用猜的 这个便是为了检验你对自己的本性 是否能无所于物 能否得其自然 而这也是所有修行的主着所在观察 因此出现在这个第一章里面 观教 观妙 出现在第一章 说修行的主着就是观察 观察什么 有没有对本性破坏 那这样来说 你要不要先了解本性是什么 那当然是必须要了解跟生物的课题 是问不经过仔细的反观比对 如何知道自己本性是否得其自然 用猜的吗 不应该用猜的 你要实际一样去比较感慨 因此观妙观教的功夫 实际上它是贯串于81章里面 所以每一个章节里面 到底是不是吻合这样 比如说前面讲说 植大象天下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 我现在是大象 还小象 你马上就得回来检查 不然它怎么样有一个见地呢 再看下文 化而欲作 无将正知以无名之谱 说万物都已经化了 可是还会有变化 化而欲作 又另外有转折 这个作就是妄想 蠢蠢欲动 叫做作 无为而将堕入有为 顺性而将堕入的逆性 叫做作 本来已经顺了 可是呢 心意一动它又开始动乱了 就是做 正知以无名之符 正正是消拟的意思 仆呢 是原木 是比喻清净无华的本性的实相 叫做仆 这个话的意思是说 好不容易得到本性的自然造化 经过静坐 反观 沉淀 然后慢慢慢慢 之子 而后有定 而后有静 而后有安 终于安了 但此所不久呢 马上妄念又起了 本性又开始晃荡 又将死去 此时 只有在反观 自信本来清真的实相 才能消你妄想的清洗 消你妄想所带来对本性的破坏 所以叫做化而欲作 然后用什么来镇压它 来消你它 无名之谱 就是实相 所以在静坐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妄想时常来袭 但是时常反观 到久久成自然 这个话是告诉我们 消你所有妄想的清洗 唯有本性中 那个超越对待的清净实相 才是最有利的依靠 他说 正知以无名之谱 前面已经都谈过了 谱 就是不落对待的一个本真 一个本性的实相 像《日子谈经》这一段 自信内造三毒即处 地狱等罪一时消灭 内外灵测不亦西方 我们就看这一段 自信 到底自信存不存在 要开始内造才知道 自信是时时刻刻存在 要是有没有被扭曲呢 你不内造是不知道的 只要开始往内 关照到自信的实相 贪嗔痴在上面是不存在的 因为它只有是一个 畅然清真的契机运行 地狱等罪一时消灭 所有的累积起来的罪业 在那个清净的那一刻 它是不存在的 但不表示下一刻 下一刻妄想又来 地狱等罪不是又在了吗 对不对 可是这一刻 我一反观它的清真 地狱等罪 那些烦恼挂爱 它又不在了 这一刻内外灵测 不亦西方 所以说到西方 是在多久以后的事啊 当下 当下就可以 西方即在目前 看下一段 无名之谱 亦将不遇 在这种定静的功夫 习惯成自然之后呢 最后连反观 无名的谱 这样的动作 其实它是不再需要了 所以反观 要从乱 然后返回定 从外 然后返回内 对不对 这是借由一个这样的过程 可是习惯成自然之后呢 这是不需要的 可见反观绝造的功夫 也只是暂时的法门 待习惯成自然之后呢 不观而观 观而不观 它是不带勉强的 所以我常常举例啊 就像肚子饿了 你知道吗 你不需要一直注意它吧 不需要的啊 它饿了 你就知道 就像我们的性啊 见不见全啊 它到底呢 妄想有没有清洗它呢 其实不需要这样一直观啊 但是习惯之后呢 它亦有偏差你知道的 反观绝造 都是一个方便的法门 我们现在提倡的黄庭 才叫你 反观你的黄庭 那是一个永远必须这样的吗 不是的啊 这是一个暂时 因为烦恼妄想 发生地在这里 所以你不得不观察这里 只是这样而已 看养真集的这一段 85岁大老汉 国大85岁了 每日静坐 无事干 但我没有什么好努力的 因为本性最具足 到底我要努力什么 道义灵了 没得说 经书见了 懒得看 为什么 因为这些道义也好 这些经书也好 都在讲什么 讲本性 而我现在本性正具足得很 事得一性是主宰 照破万元 皆空患 说一切的那些佛法 都是暂时的 都是假的 都是为了建立这个性 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这里 善谈逍遥自在活 再不与人 先扯淡 不要再跟人家扯了 讲了那么多经 讲了那么多法 到了85岁才发现 就这么一回事 里面的一个本性的清真而已 其余的通通是暂时的 通通都可以放下 无名之谱 亦将不遇 不再需要 不遇以静 天下将至正 不遇 是没有一点的造作勉强 叫不遇 一切自自然然 他就静了 他就顺着本性 不带一丝一毫 勉强用功的 不需要用功的 不需要努力的 本性与生俱来 若习惯成自然 不需要一点点造作跟勉强的 这样天下才能够得到最自然的清真 也就是说 要得到我们的本性的最圆满 并非在你忽得忽失忽得忽失的练习过程里面 而是在于你习惯成自然之后 那个自然的净密 那个时候才显现他的非常的圆满 而忽得忽失必是他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而已 显华的第二摇 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这个词 实际上是一经理念 以人道来说 最好最好的词 384摇里面最值得你效法 就哪一摇 就这个摇 阳摇里面有很多的好的词 可是那个并不适合你 因为你现在并不在天岛 你现在在人道里面 在人道里面效法什么最好呢 柔 柔胜刚 有没有 落胜墙 就一个柔 而易经里面最柔的卦是哪一个卦 就昆卦 六个摇都是阴 最柔 而柔中是最柔 六个摇里面最柔那一摇是哪一摇 二摇 就是二摇的位置最正 二摇应当是阴摇 它是阴摇 是臣位 是顺着君的位 它不是五摇 昆卦的五摇虽然是阴摇 但是它是君的位 所以它柔中带钢 它也不是真的柔 昆卦里面最柔的摇 哪一摇啊 就二摇 易经最急的词 出现在二摇 你看 直方大 说这里要直是自己直 要方自己方 要大自己大的 造化推到五远佛界处 都是它自己发生的 因为我是一个臣 我是最柔顺之摇 我丝毫没有主张 我是完全顺服它的 它讲说不习无不力 不必习 不必照做 不必努力 不必花功努 自自然然就直方大 你看越来越大 无不力 它不讲力 它不讲急 为什么 因为急的对待是什么 就是凶 它讲无不力 没有任何不力的 那还有比这个更急的吗 没有比这个更急的 最急的词出现在 最柔 最弱的地方 所以从本性来说 它像是我们的君 既然有它领头 而又它是这么样的圆满 这么样的聪明 圣人都由它而做的 对不对 那我们顺着它 肯定是没有错的 这样够聪明了吧 这才是非常聪明的 而我们的本性 是那么样的奇妙 造化是那么样的精准 那么样的迅速 若是我们能懂得运用它 懂得顺从它 那我们的工业将是 无可比拟的巨大 所以叫脂肪大 它顺乎一切的 精准的中了一切的规则 而它的作用 那么样的服怨服戒 这就是 从一间的空挂二窑里面 你所要学习到的一个东西 最急最急的窑 就在于一个不欲以静 没有任何造作 它是自然静的 天下将指正 看李清安的这一段 单从不练练终练 道向无为为处为 说练丹练丹 那是有造作的名词 他说单从不练练终练 从不练里练练来的 就是不练 丝毫没有夹杂 任何情势 也没有任何人为的 勉励造作 统统没有了 但是情势又卡不上它 二六十中在呼吸之间 正在练大丹 最圆满的丹 这张大意是告诉我们 修道贵在率性无为 若将失去这个无为 唯有在反观本性实相 才救得了 救之以无名之谱 最后不必反观 也自然不失他的亲政 这个才得到本来真正圣贤 注书利说 他的教化的真正目的 不是要你整天在那边努力 了解意思吗 那都是过渡期 最后是自自然然 就率性无为 本性时时刻刻的显现 这个才是所有圣贤 他最后 他的目的的所在 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典呢 你读经典会一再地肯定你 一些必须建立的观念 像这一张 虽然我已经静了 他又告诉你 你不可能静很久 他还会犯 当你一犯的时候 他叫你不要灰心 他说我们都走过来的 我们只要再回去看本性就可以了 那反观众不重要 是很重要 那你一直检验 检验到不欲以静 一点力量都补上去 然后再应对昆卦的二窑 对不对 是最对不过的事情了 有没有一点玄奇 没有啊 各位你从《道德经》 我第一张教育的先生 有哪一点玄奇 没有啊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很期待一个玄奇 意思是不是 你再期待一条错的路 我们会不知不觉 会有这样的一个盲点 你会存在